大家好,我是杰一 欢迎来到静波答案 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一起 被日本媒体称为 史上罕见的恐怖凶恶事件 日本警察派出了4万人全力调查 然而至今已经30多年过去 此案依然是一桩无解悬案 本案案情十分恐怖 甚至被收录到恐怖片《咒院之史》中 再次警告 本案情十分恐怖 不建议深夜一个人观看 不过如果你有足够胆量的话 就请接受挑战吧 故事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一个幽静的夜晚 1988年3月18日下午7点半 30岁的上班族手务仓效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心急火燎地赶回 位于明谷路市中山区的自家公寓 因为他的妻子美绿子即将分娩 这是他们第一个孩子 糟糕的是 美绿子已经超出预产期五天了 此刻他一个人在家中 没有人照顾 手务仓效这几天上班心神不灵 每天都会打好几通电话回家 询问美绿子是否开始阵痛 因为这是即将分娩的征兆 然而下午6点50分 手务仓效离开公司前 又打了一通电话 平常很快就应该会有人接通的电话 这次竟然都没有人回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美绿子阵痛晕倒了吗 下午7点40分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手务仓效跑到公寓楼下 抬头看了看自家的窗户 此时周围凝聚的灯都已经点亮了 而自家的窗户透着一片深不见底的漆黑 手务仓效没有多想 急忙跑上楼梯 将钥匙对着锁口 手务仓效心猛的一尘 这时本该上搜 竟然吱压一声被微风吹开了 里面是幽暗的玄关 一种诡异的气味慢慢从屋内扩散开 手务仓效喊了几声美绿子 没有人回应 一片死地的屋内 几声猫叫死的声音 从二楼的卧室传来 仓效小心地走上楼梯 渐渐地他分辨出那是什么声音 并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耳朵 因为那声音 百分之百是婴儿的哭声 慢慢拉开二楼的腿拉门后 恐怖的一幕出现在仓效的面前 满身是雪的美绿子 仰卧在桌旁 腹部有一个长长的伤口 一个浑身血污的婴儿 从伤口处滑出 侧躺在他的双腿之间 震发出微弱的哭声 看见这一场景 仓效连滚带爬地跑到玄关 准备打电话叫救护车 然而原本该放电话机的地方 却不见了电话机的踪影 只看到一根被扯断的电话线 为什么没有电话呢 他来不及多想 就大叫地跑到邻居家 接电话叫救护车 并且报了警 警车和救护车 在十分钟后赶到现场 救护人员发现 此时的美蜜子早已经死亡 而婴儿身上还有几处严重的刀伤 气息十分微弱 救护人员立刻把婴儿送去了医院 随着救护车载着生死难料的婴儿呼啸而去 法医开始了现场的调查 根据警方现场的勘察 美蜜子的下体指心窝处被疑犯用锋利的刀具 切开了一个长达38厘米的口子 这个伤口足够从孕妇的腹腔中取出婴儿 然而这个恐怖的伤口并不是致命伤 美蜜子颈部缠绕着致命的电话线 法医初步判断 凶手在勒死与害者之后又进行了护腹 在医院 法医展开了进一步的尸检 法医判断美蜜子的死因因为窒息 死亡时间为下午3点至5点之间 医院传来的消息 让还在现场调查的警察实在想不通 据昌孝回忆 今天下午6点50分 他还给家里打过电话 当时电话只是无人接听 并不是断线 如果美蜜子上缠着电话线 电话又是如何拨通的呢 而且警方在现场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电话 难道是被凶手顺走了 很快 法医传来了一个让警察都觉得 倒吸一口凉气的消息 电话找到了 就在美蜜子的腹中 原本是婴儿的位置 被塞入了电话 电话上还挂着一个米老鼠钥匙链 与此同时 在医院中 对胎儿的抢救也在进行着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手术 证明被一份深深从母亲的身体 取出的婴儿 竟然幸存了下来 警方开始对居民进行走访 根据周围居民的反应 被害的手屋美蜜子 是一个生活非常规律的人 他每天下午4点左右 都会将阳台上的衣物收回屋内放好 然而在案发的3月18日 天都黑了 这些衣物却还亮在阳台上 同时邻居还反映 3月18日下午 曾经有一名陌生人造访过美蜜子 警方很快找到这名访客 他是美蜜子一起做直销的朋友 田村真子 据回忆 他当天下午造访美蜜子时 美蜜子没有任何的异样 情绪非常的好 他于下午3点整 离开美蜜子家 美蜜子将他送到停车场后 他自己就开车离开了 并没有注意到周围有什么异样 但从邻居的口中 警方却得到了不一样的信息 根据住户反映 自从美蜜子怀孕之后 他和丈夫畅校之间就经常发生争吵 吵架的声音隔着墙也能听到 吵架的内容 大部分是由于丈夫反对美蜜子从事直销 同时呢 美蜜子的产科医生也向警方透露 美蜜子有一定的运气抑郁现象 情绪波动比较剧烈 而另一个引发了办案警方深思的细节 就是那名幸存的婴儿 从婴儿的伤口情况看 疑犯尽管使用了非常锋利的刀具 但是这些伤口并不是刻意为之 而是在切开腹部时 由于对人体的构造缺乏了解 下刀过身割伤了腹中的胎儿 嫌犯明显是顾及到胎儿的生命 才进行了剖腹这一行为 因为一旦母体死亡后 胎儿就会因为母体血液循环的停止 导致缺氧 在10到15分钟后 也会随母亲一起死去 可以说 正是由于这看上去颇为残忍的剖腹 才救了这可怜的孩子一名 想到这些 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成了警方怀疑的对象 他就是美蜜子的丈夫 手无畅孝 如果嫌犯为了让胎儿存活 才对孕妇进行剖腹的话 这符合昌孝作为孩子父亲的利益动机 然而根据公司同事提供的证词 昌孝每天打电话给妻子 两人关系听起来很不错 更重要的是 案发当天下午 他一直在公司工作 从未离开办公室 昌孝的直接作案可能得到了排除 警方再次询问田村真子 他说当天下午前往美绿子家 是向他购买产品的 据他回忆 当天下午的情形 由于他预先约好了 当天下午3点30分去烫头 于是在3点整 就告辞离开了美绿子的家 美绿子穿着拖鞋 将他送到楼下的停车场 当时并没有锁门 美容院的美发师证明了真子的说法 他确实在当天下午准时来到了店里 真子的不在场证明 也得到了诚意 不过他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两人在闲谈时 美绿子曾表示他家隔壁的房间 目前应该没人住 但是他总是不舍得听见 有男人出入的声音 这让美绿子十分的不安 而警方在调查了隔壁的空屋之后 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调查一下陷入僵局 在场的一名老警探 却很快发现了破绽 这间公寓的大门 并没有保安和监控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走到楼里 对于小偷来说 这是一个绝佳的作案底点 这时候 一名住户突然想起 当天下午三点 有个年龄大约30岁 身高1米6的男子 在楼中徘徊 询问附近有没有姓中村的人 大概下午3点10分左右 这名男子被另外一名目击者 看见狂奔逃出楼中 向北逃跑 大概在他逃跑后不久 另外一名身材较高的男子 企图潜入一楼住户家中行窃 被主人发现以后淡定地转身 不慌不忙地走出公寓 消失在大街的另一头 情况开始对这两名陌生男子进行调查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 这先后出现的两名男子身上都没有沾油血迹 如果这起事件是第一名可疑男子所为的话 那么他需要在10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也就是在下午3点至3点10分之间完成对美女子的伤害 并且剖腹取出婴儿 同时脱下沾油血迹的衣服后 到一楼拔断电话 栽毁遇害者的肚子 然后带着作案刀具并离开 这一连串的操作 时间十分紧促 而如果是后一名男子作案 那么他为何不直接上楼作案 然后收拾好东西离开 而是要去一层的内户人家呢 甚至在被对方看到长相之后 也没有想到要杀人灭口 反而故作镇定地离去 这一层层的谜团究竟如何解开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不是一起冲动作案的现场 要么这名一犯早已预谋 要对美女子进行杀害后兵剖腹 要么就是她具有非常出色的心理素质 可以在遭遇住户回家几分钟内 就将对方杀死后并剖出胎儿 如果说犯人在婴儿被剖出后 将电话听筒放入孕妇的尸体中 其目的是在于阻止家人发现后报案 那么像美女子腹中放入钥匙链的这一行为 更让人完全看不懂 在美女子腹中出现的米奇钥匙链 让人感觉非常的不自然 一犯似乎在通过这样的行为 向被害者家属传达的什么信息 或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警方对案发地附近展开了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спurance авать triggering 我们 这么 过了有效时间 无法再被起诉 究竟是谁杀害了迷迷子 为什么断线的电话可以拨通 这些谜团恐怕无人可以回答 因为当时在场的唯一目击者 就只有那名可怜的婴儿 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 为了回遍媒体的采访 守护商校早在1999年 就带着在事件中幸存的儿子 移居夏威夷 他至今也没有对儿子说出 美丽子被害的事情 他也许永远不会知道 出生的那天晚上 他母亲经历了怎样的恐怖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